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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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不依天子刘邦就是以汉中作为大本营 历经图治积蓄力量 进而北出平定三秦之地 与项羽逐鹿最终问鼎天下 刘邦称帝后仍以汉为国号 因其称甚美 这不乏对其发祥之地汉中的尊崇之意 在这里发生过一幕幕 永绢刻于史册的故事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萧和岳下追寒信 高祖祝坛拜将等等 这些故事成为筑起中华文明的一道道砖墙 汉中的故事 又是一部与道路有关的史事 汉中城故县佛望村 虽然只是一个小地方 却是我国古代杰出外交家张谦的故里 张谦就是从这里起步 以隐隐雷声的脚步走向国都 出使西域 带着汉中人固有的执着与坚守 打开了一条横管亚洲版图的通道 这就是东起长安 西远至欧洲的北方丝绸之路 回到长安后 张谦又受命去西南 打通蜀绢独道 即后来的起于成都 远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 而鲜为人知的是 将南北丝绸之路贯通的正是汉中 是那一条条穿梭于汉中广阔大地上的古战道 这些古道从长安出发 穿越高峻陡峭的秦岭 巴山 最终到达富饶的四川盆地 关中与巴蜀之间 再也不用隔山而兴坛 南北丝路的起点之间 也就此畅通无阻 据史料记载 战国秦最早开始修筑战道 为了开发四川之用 战国册中译说道 战道千里通于蜀汉 使天下皆为秦 而古代通往蜀地的战道中 百分之九十的主体在汉中境内 修筑这些战道 要先在悬崖峭壁上凿出洞眼 再把木桩打进洞里 然后在木桩上铺上木头 做成工人们行走的路 在没有机械工具的古代 这样的工程 可谓艰巨浩瀚 其实 这样的战道 与其说是一条路 莫如说它是一条 连通南北 互通有无的文明之桥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文明礼仪 通过战道不断进入巴蜀 为西部的发展 提供了巨大的治理支持 同时 巴蜀大批的钱粮赋税 真谣特产 也经战道 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 为国都的兴盛 奠定了物质基础 几千年来 古道上商贸往来 文明交汇 不觉如理 南北思路 也因此串联为一体 带给了我们 前所未有的荣光 如今 古战道虽已经荒废 但新的现代化通途 依然如网状般 在汉中大地上交织 特别是西城高铁 和汉八瑜高铁 全都开通之后 汉中将融入 被高铁带动的 经济大通道之中 成为大西北 大西南 与华中大地之间的 交通枢纽 成为西安 成都 重庆 三大都市群伟之点的 西三角经济区的 几何中心 汉中 是一部浓缩版的史书 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 一个历史缩影 汉中 又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窗口 站在建设 二十一世纪 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战略 大格局下 一段新的史诗 正在由这座千年古事 来书写 图里面 地板 优优独之宝 这座千年豪 跟他一起重新的 亦写 太阳 成为了 有 ci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